这就是斯坦利公园里面的那个比较大的湖 然后坐在这里可以看湖的景色 以前可以放船入湖 但是现在处于保护的目的 已经不允许再放船入湖了 然后它的后面就是当趟的高楼大厦 这还是那个湖 成群的野鸭在湖上游荡 海鸟像绅士一样在漫步 人们在岸边行走 这是已经日落西山 眼前的景象有点暗淡 没有了光彩夺目 远处传来了野鸭的叫声 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湖的全部的景象 像一根针一样 绝对的对唱 这里是高尔夫爱好走的乐园 人们在这里打高尔夫球 传来了阵阵的惊讶声 还是惊呼声 这里是人气十足 朝气蓬勃 充满了运动快乐 第二沙滩 Second Beach 我们是从这个地方 这个沿海绿色通道的标识的零公里处 跨越了这条枯燥的Loggin街道 来到了这里 然后从这里回到第三沙滩 大概需要两公里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第二沙滩的景色 这里人很多 然后做着各种各样的活动 愣飞盘的 踢自行车的 踢球的 干什么的都有 然后我们 比较快乐的事情是又看到海了 对面就是大海 看到了那些在海上停泊的船 那些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三沙滩出发的时候 看到的那些船 这个海滩就是第二沙滩 是一个很小的沙滩 西洋西下 那边就是UBC 也就是这个环海绿色通道的终点 岸上是慢慢行走的人们 还有就是 那绿地上 铺满了黄色的树叶 天空依然是湛蓝湛蓝的 现在是大概三四点钟 我们能看到的第二沙滩 呈现给我们的 就是这样一幅景象 我们继续向前走 走回到第三沙滩 就完成了今天的旅行 总共是大约十公里左右的行程 三个多小时 将近四个小时 这就是斯坦利公园的环海绿色通路的整个行程 这里的人很多 我们沿着这条路走回到第三沙滩 我们回到三个小时 我们见面的电视频 我们有个销售